美国政府从今天开始撤离在武汉的公民 首架从武汉撤侨的包机在天河国际机场起飞 机上包括了美国领事馆工作人员和部分美国公民 据搭乘这架撤侨航班的华人介绍 他支付了1100美元搭乘该航班 航班在北京时间29号凌晨起飞 从天河机场飞往阿拉斯加中转再到洛杉矶 之后在洛杉矶机场附近隔离至少三天 如果没有任何问题 乘客就可以自由行动 在2020年1月23号时时起 武汉机场的撤汉通道暂时关闭 搭乘撤侨航班的华人还表示 这架航班是在天河机场停飞之后 首架起飞的航班 他还说整个天河机场空空如也 登机前过了三道安检 该华人是在25号通过芝加哥的湖北老乡王延 知道美国政府有撤侨的消息 得到消息之后 他第一时间就给美国驻华大使馆发邮件 表示希望能够登上回美的包机 在北京事件27号 他得到大使馆的回复 确认可以搭乘首轮回美专机之后表示 心情很复杂 因为父母丧亲还在武汉 但自己又因为需要赶回来上班 只能独自一人登上飞机 有消息称该架航班有240名美国公民 其中还包括9名来自武汉地区儿童 美国中文网稍后将发回详情 请持续关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